张欣逸要断奶被婆婆拒绝 袁红实力护妻 做法太暖心了 可是她断奶的想法遭到了婆婆的拒绝 她认为母乳更有营养 虽然现在宣传一直称奶粉和母乳一样 她内心还是偏向母乳 婆媳两人在饭桌上紧张对质 袁红马上实力护妻 虽然说的不一定对 但是做法实在太暖心了 袁红这句话明显是在替妻子张欣逸解围 尽管说法并不对 六个月以后的母乳依然有营养 可以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 任何人都不应指责母乳妈妈 而什么时候断奶也是妈妈们的权利 不要进行道德绑架 当然如果有条件 给孩子母乳到一岁以后最好 等到孩子已经可以慢慢依靠腐蚀 吸收营养再断奶也不迟